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殿堂级的高僧 他的法号叫做道祭 俗称 祭宫罗汉的故事 开始之前请务必按下订阅或者是关注 以及赞的按钮 这样下次老师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好说到祭宫菩萨 我们从戏剧中或从小说中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历史有名的 酒肉和尚 这个酒肉和尚 他喝酒又吃肉 那为什么他是活佛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吧 祭宫的书名为李修元 出生于西元的1130年的2月初二 龙抬头 源即于1209年的5月16日 法号道祭 又称为祭滇和尚 祭宫活佛或是祭宫禅师 祭宫的父亲 他是叫做李茂春 母亲叫做王氏 但是他有名的是他的祖先 叫做李重举 李重举是谁呢 他就是宋朝在宋太祖赵旷义 发动了城桥兵变之后的开国功臣之音 所以说我们祭滇菩萨的身世 是非常显赫 而且生活非常富足的家庭 我们素来知道的激功传奇 包含各种在世界上以嬉笑怒骂 伸张正义 以及去恶保善的激功 但这不是今天老师要讲的一些故事 因为传奇是广传人生的重要一句 就如同我们有时候去念一些经典 然后佛教的经典 佛教经典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你说他很殊胜 但是我们先了解 佛教经典里面的故事 都是在世尊跟门下的门徒 在对话的故事内容 这些内容 广演广教 种种批语 无数方便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各种的隐喻跟祭言 来让佛的思想可以广布下去 而今天老师要讲的激功 是他的门派 也许他所遭遇的现实状况 以及我们该去如何去思考 我们所学的法 他真正的意义跟价值 就如同老师刚刚说到的 我们的激功菩萨 他在出家之前 他是一个含着金汤尺书生的 他并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人生的凄凉挫折 生离死别 然后很痛苦很痛苦 中央之下 他去看破喉臣 或者是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我们顿路空门 比如像谁明太祖朱元璋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一个在非常富足的家庭 他有大量的田地房产 什么都有状况之下 他选择出家放下一切 而他的出家时间是在父母 他们都先世之后 却归在林颖寺的慧远禅师下 开始他的比丘修行之路 然而激功师父 他修行之路 并非是平凡 而且平顺 因为我们的激功师父 他的本身是一个爱好自由 而且非常奔放的 他并不拘泥于戒律 而他的四兄弟也因此对他非常不满 例如什么 激功师父虽然出家 但是他吃肉又喝酒 尤其是喜欢吃狗肉配大蒜 听说那是一个香 当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的激功师父 他在家里还没出家的时候 就是这样 其实根据到一些可以考证的史料 我们激功菩萨他在出家之前温文如亚 是他所有的一些 我们称他为真的是疯疯癫癫的 反而是他在出家之后才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来面对世人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等下来提一提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为什么激功会不遵守戒律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这里我们可以先从当时林颖寺的宗派来说起 我们刚刚提到的林颖寺他是佛教的禅宗里面的灵迹宗 而什么是禅宗 各位你听过什么坐禅打禅 那有什么禅义禅念 那什么是禅宗 禅宗他又称为佛心宗 也称为宗门 他是2500年以前 由释迦摩尼在零三法会以佛心印心的方式 将佛陀心印传给禅宗的初祖摩赫加舍尊者 而后才和摩赫加舍尊者创立了禅宗的门派 直到第28代禅宗祖师 也是我们所了解的菩提达摩 他来传入了中华的中华地区 因为禅宗的传承 他有个特色 他不传你文字法 他传你心法 他只是给你告诉你说传下来就是世尊当时怎么传下来的一个心印 而非大根弃者 难以了解 并且能继承 一定要是你非常有一个智慧的人 你才能继承这个心印 这个法门 所以说历代的禅宗传承 几乎只传所谓的他们所谓的大根弃者 就是你有大智慧 你非常了解佛的想法的人 所以他们也因为如此 他们没有公开传法 说禅宗在早期以前并不是一个很显赫的一个教派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我们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他才开始普川 后面才有所谓的一花开午夜 午夜是什么午夜 禅宗五大教派 包含了什么 灵济宗 法庚宗 朝同宗 云门宗 汉眼 微仰宗 而我们济公菩萨就是属于灵济宗的 各位刚才有讲到慧能祖师 六祖慧能 慧能 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了解谁是慧能 但是一定听过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热尘埃 这就是我们六祖慧能所提到的 六祖慧能大致不是一个 但是他却成为了第六祖 好 我们在达摩祖师传下第六祖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因为禅宗最传的是你的心念 而不是叫你去背经典跟文字 那么禅宗祖师他们的一个方法很特别 他们教学 他们是用引导的方法 所以说又被称为所谓的疾风 为的是要让弟子从各种的 世之中万物 去明心见性 来开悟 来开智慧 他的核心的思想很简单 就是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样的 让你自己去修行去了解你所正德的佛法 这个佛法 他并没有所谓的一定要怎么样 比如说你一定要修成阿罗汉果 你一定要修成什么样的道 好 那你才能够称为你得正见菩提 不 他要的是你明心见性 能够认识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是为什么去理解法的 这个就是禅宗的一些可以窥探的 一些他们的心法 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意思 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依据 就是什么 你的所有这些修行 到你明心见性之后 不代表你也就可以大成就了 你还必须做什么 我们还可以要做到什么 除尽恶障 什么是恶障 也就是所谓的烦恼障 跟所谓的所知障 才能够成就你他们所认为的 一个境界的佛果 什么是烦恼障 那我既然说了恶障 那什么是烦恼障 烦恼障 他们又称为礼障 大意就是被我们自己的情绪 所牵扰 让心情会受到我们的情绪 或是我们的喜怒哀乐 具有很大的起伏 就称为烦恼障 也就是老师常常跟各位说的 哎 老师常常在这个YouTube上 常常会被别人 或是在我们的各种视频上面 常常被别人贴标签 被人骂 你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人 老师为什么不太会生气 原因就是因为 你这个标签想贴在老师身上 其实贴在哪里 贴在你自己身上 为什么贴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你自己帮别人分类了 然后你再去跟你自己分类出来 人去生气 比如说你是哪个哪个形象的 你怎样怎样 你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不喜欢你这种人 这种状况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你分类之后 然后我就跟你生气 但是你如果你是被贴标签的人 如果你跟他生气 那么你就是跟他一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也把自己分类了 好 我分类成我不喜欢他 所以他的事情 我都要反对他 所以人心当你有了分别之后 你的烦恼就无穷无尽了 各位你说是吗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所知障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知障在佛教用语里面 他又称为智障 或是礼藏 这个智障 就是我们骂人的智障 你知道吗 但是也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当我们自我的理性 超越了精神的成长 傲慢的去否定一切 不是让你眼见为明 耳听为真的事情 就是智障 所以如果有人说 哎呀 除非你怎么把鬼神带我面前来 或是你要怎么证明 你对我的感情 怎么怎样的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声大讲 施主 你是个智障 开玩笑的 好 请大家各位不要真的去做 在现在的这种用识上 当然跟过去不一样了 好吗 所以因为禅宗的根源心法是如此 所以寄功菩萨 与其说他破戒 不如说他什么 不被戒力所福 他的言语 虽然别人是给他定义为疯癫 你是一个疯和尚 你也法号不叫道祭 应该叫祭癫 但是呢 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他并不像一个超然的大师 所以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祭功菩萨 他的吃肉喝酒的行为 却没有操作过社会的礼教 他没有做什么 没有去宣扬骤天骂地 谁是邪恶 谁是善良 没有去嫖赌 没有去说什么 去想要为了要做 要去完成自己什么样的一个欲望 然后去跟别人募什么功德经 都没有 祭功活佛 他做的事情很简单 百姓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百姓喝什么 他叫喝什么 跟他们一样 完全没有区别 让大家了解到 哎呀 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 他也是一般人嘛 对不对 我们不用对他毕恭毕敬的 我想什么 想跟他讲什么 那他就就讲 他想跟我讲什么 就他讲 所以变成什么样子 祭功活佛 把自己融入了百姓之中之后 广说佛法 说善之事 凭借了这样子的身份 用他所学到的各种的佛法 以及医术 尽可能的来去帮助众生 各位 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的 技工的菩萨传奇 不会言的 很多都是香野奇谈 说书人的段子 他并不是真的 像老师小时候 也常常看这些技工的传奇 觉得好生气 好生气 好生气 但是长大去考研这些时候 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其他的类似的 高僧大德师傅的传奇 把它融合在他身上 这些就是有一个说书人的段子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法来看 好 我们用方来看 季光菩萨 他是不是另外一个层面 去遵行世尊的佛法 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用种种的辟喻 广演王教 以无数的方便 引导众生 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认识佛 佛他在哪里 佛不在大雄宝殿 佛不在高楼广煞 因为世尊 释迦牟尼佛 他在说佛法的时候 他并不在金碧辉煌的庙宇之中 去开示 而是在启石化缘之后 在草地上 在菩提树下 在各种任何的一个场合 来跟大家说法 各位 现在的佛经 知识爆炸时代 各位可以在任何的经文 都可以在网络上 可以看到 一句如是我闻当作开头 下面的一句 就是在佛在什么 什么月银树下 什么在各个地方 开始说法 也说 开始 应该没有什么经典会告诉你 如是我闻 佛穿着什么样尊贵的袈裟 金碧辉煌 坐在什么 八台大轿上面 华丽出场 来跟你说法的 从来都没有过 为什么 佛他最重要的是 你的生活怎么过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而佛教 他有没有传下来戒律 他有没有这些规定 有 而且从世尊时候开始就有了 什么是戒律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戒律 到底为了我们 什么方法有传下来的 戒律是什么 戒律是一种约束 自我行为的一个方式 如同过去周朝所定下来的周礼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模式 说实在一点 就是一个团体之中 比如说世尊那个时候的僧团 大家要遵守的一个生活公约 常有人跟老师讲是说 老师你要跟大家讲 我们要以戒为师 这大致上是对的 没有什么毛病 我们是要以戒为师 从戒律中去学习 但是并没有叫你以戒为行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尊重 戒律方法 你不做这样子不行 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圣贤里面看到 比如孔夫子 人去学习 努力的学习格物自知之后 你要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随心所欲而不欲举 什么是举 就是尊重大家团体生活的基本原则 在国家 我们社会 我们要遵循法律 在私人的生活中 我们要重视你来往的礼仪 行为要有所节制 这就是戒 无论是众生大德 不知什么东西 在斯顿的生团里面 你就告诉你 你要吃什么 不管你的荤素 你都得吃完 这就是一个完食的一个精神 所以是说戒律是什么 它是一个思想的依据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各位餐餐在家里 或是外面 都把自己的餐点都完食而尽 你所用的物品 都能够物尽其用 才把它丢掉 或是工作事业上 你有没有尽其的所能 或是把你工作做到最完美 那么如果你正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 你要发现九二九之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们拥有的太多 而我们需要的太少 九二九之 我们发现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生命的另外一个层面 好 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季公菩萨 有人说他是祥隆罗汉 有人称他为祭奠和尚 但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给他贴的标签 而是他所能做的 跟他人所能说的 如是而已 懂他的是谁 是百姓 是他的师父 慧远禅师 不懂他的 是他的同门师兄弟 他的师兄弟看到他的是违反戒律 而不是一个广布佛法的阿罗汉 在这个以佛法之大 岂不能包容一颠生的慧远禅师 元吉之后 林隐士再也不能容下了 这个违反戒律的祭奠 所以季公最后离开了林隐士 是的 他是最后是离开林隐士的 在什么时候呢 在公元一二零一年 他转到了禁慈寺 拜该世的第二十代住持 叫做什么呢 得徽禅师为师 在公元一二零四年 禁慈寺发生了大火 禁徽禅师 就源集在了大火之中 季公禅师为了要重建 他的师父留下来的禅师 所以说他开始一步一步的去化缘 然后最后就所谓的什么呢 韵幕古井的传说 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说 最后我们季公和尚 在了公元一二零二年的五月十六日 原集了 得年六十岁 一个甲子 非常圆满 临终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祭言 叫做什么呢 六十年来狼藉 东壁达到西壁 如今收拾归来 依旧水连天壁 而后 季公师父 他就葬于杭州湖泡 现在就在季公塔中 然而最终赶跑 季公师父的林隐士 现在却摇身一变 成为季公的特殊的殊胜宝地 游戏人间 人间游戏 所以佛在金刚经的结尾说到一句话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一世殿 应作如是观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